各位觀眾大家好 趙在榮論法 因為教授今天不方便出鏡 所以我們就先用這個模式做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有關台灣選舉 大家就知道台灣選舉在我們播出的時間 第二天就在投票 投完票之後 六死誰守 好難說 都會有一系列的台灣的故事 就一直在做給大家看 今天就和教授聊天 教授你好 你好,柯老師 各位網友們大家好 都不好意思 因為始終現在那個假的5G的頻道 令到我們這一邊很多時候的數據走來走去不夠 所以就沒有辦法跟大家出鏡和大家聊天 不好意思 OK,這只是小事而已 教授,怎樣看? 對投完選舉那裡 不懂得看 因為為什麼呢? 不是最近 因為今天的上午 就在一個運動中心裡面 那些人就議論紛紛 議論紛紛那些絕對不是華人來的 而且大家可能會奇怪的就是 猶太族裔的朋友們 都是好朋友 都在聊聊天 就說 喂 台海會打仗 還說幾時幾日會打 我說你不要危言聳聽 他們的看法就是 套路有少少像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2022年的2月19號 大美帝國就提早兩三個月 就已經告訴人 俄羅斯會打烏克蘭的了 還說了日子 現在的套路也都是像這樣的情況 也都是在這種氣氛之下 說竟然呢 就來到南半球的代曉國 的適離市 的一些相對是非常之公眾的地方 當然不是華語交流啦 大家都習慣了 看到白的就講英文 是不是? 如果他講普通話 就跟著講普通話 講粵語就講粵語等等 來去都是說一句 歐羅斯 你怎樣看當前這個兩三天就出現的事情呢? 這兩三天出現的事情 大家都在這裡砌 首先 黑材料滿天飛 但是這次的黑材料 似乎是集中在姓賴那位候選人身上 為什麼會在他身上呢? 我覺得是有點肆有QK的 我自己的研判 應該是老美介入了整場選舉 還有 我們聽到 剛才澳洲說 有人說 會打仗 這個套路 剛才跟教授有談過 這個問題 教授就說 有點像 當時的 烏克蘭危機的情況 是不是要逼迫出手呢? 這一點我真的 很難估計 因為大家看到的 整個世界的局勢 是 俄互衝突 中東那裡又搞出大頭佛 南海又在這裡搞搞震 然後台海又搞 整個世界就真的會亂 但是 我個人覺得 我們國家會有定力 不會受到這樣的影響 但是西方為什麼拼命 傳說 會打仗 會打仗 其實原因就是 第一 你如果選舉的話 你如果遇到會打仗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很希望 就是 借著這個訊息 去令到他可以當選 的 會不會是這樣呢? 克教授 我就會覺得 除了這一點之外 都要看看 代理人 佔中誰 最好 看回這個 武股衝突 最好 當然是 大人比帝國 是吧? 最吃虧的 就是 歐盟 所以 最近 朋友們 就 弄了一些 很有銳致的 現代語言 的東西給我們看 我們平時說 羊毛就出在羊身上 但是他們 現在的說法就是 羊毛就出在 這個 豬身上 有隻狗埋單 你看回 鵝烏衝突 是不是? 涉底的是歐盟 好處的是大美帝國 差一點 現在連差都沒有的 就 拆連司機 那個國家 那個賊當然是 太陽比岸 那個 年紀大的老賊 就是很直接去看回頭 問題就是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的 國際秩序 根本是蕩然無存 剛剛才聽到 然後 林肯報公仔 去報這個 以色列 和內塔利亞湖 在那裡 密針密針的時候 最後 是不得要令 是 仍然是繼續打下去 那 但問題就是 一直這樣去做的時候 這個世界 將會怎樣去看 那個 在後面一直支持 人家那個 曾經是很威猛的 大國呢 這種情況之下 又去回現在 我們剛才說的 有可能的套路 我就會覺得 比較奇怪一些 就是 對一些 我在這個 半公共場所 聽人聊天 因為你是胡編才能進去 的情況 為什麼不拉奸的 會 這麼特別地去討論這個 可能 如果不是太熟悉地理環境 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 中國的其中一個省 究竟在哪裡 是否 唯一 唯一 象徵的 就是說 有些 那樣的 就說 中國 放了 中文 就說 英文 導彈 這樣的 笑話 出來 知道你這個 這樣的情況 但問題就是 有幾個事實 好像又 令人覺得 大美帝國 是不是 有些少少 現在 自顧不下 包括 國防部長 整個三天 在ICU 都不敢 告訴他 頂頭的 總司令 聽 多了 時間 多了 實際上 美國所做的事情 令到我們覺得 非常之詫異 因為 美國一直都在鋪寫著 一些劇本 那些劇本就是 你要跟著我的劇本去做 但是 沒有去審時度勢 究竟環境會怎樣 後來就發覺到 咦 劇本真的 離開了 已經完全不跟著劇本走 然後才想辦法 去解決問題 現在 整個狀況 我自己感覺到 台海 應該是不屬於 兵空勢危 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 統一條路 是可以走的 方法也非常多 你說 是不是真正用到 武統呢 我就覺得 難的 很難的 因為 未到最關鍵的時刻出現 如果台灣真的宣佈了 獨立 或者是 真的不斷在這裡玩 又不肯去談 那 沒辦法 我們就實際地去解放台灣 解放台灣 就不是一定要用武力的 還有很多方式 可以進行一個解放 包括 接管 直接接管 因為 全世界都知道 一個中國的原則 沒有所謂的一中一台 我們國家在國際上高 聯合國 所有國家 包括老美在內 你如果是我們的邦交國 都清楚 我們這個最主要的原則 是不可動搖的 既然是這樣 你無論有什麼聲響出來 或者你要專門去做一些勢 或者想打一場 代理人戰爭 當然我很同意教授所說 這個代理人戰爭 是 對老美是最著數的 但是 譬如我們看看 俄烏 都是代理人戰爭 但是 老美想取得好 但結果 無法取得好 他的軍工企業 就取得好多 這當然是 現在看看 中東那邊 耳仔那邊 是不是有取得好多 當然他不想這樣做 實際上太煩了 那邊還沒搞定 你哪來 結果 頂眼上 又給了很多武器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看中東 一些大國 伊朗 阿聯誘 伊拉克 都說 你加沙地大 你不可以以仔 你不可以佔領他 這個是警告來的 還有在紅海發生了很多問題 就是大家搞到一頭煙 不是說中東搞到一頭煙 而是老美又搞到一頭煙 那看回台海那邊 先不要說台海 先說南海 南海那邊 我們也看到 飛雪斌 老美就直接撇低他 喂 你不要玩了 哈哈哈 就是 告訴你 我要跟你軍演 但是軍演的時候 就縮了 由三天縮成日幾 完成了 這次 我們也看到 美國有一艘航母 又說要 在這一段期間 要經過台海 哇 這些簡直是想 進行一些新的挑釁 總之 現在老美 就 玩兩手 又或者是 不同的勢力 就在國力中 那麼 我看到 現在雖然有傳出這個傳聞 但是如果老美要殺人上來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我不知道教授有沒有認同 當國防部長 和他下面的副手 將他這麼大件事 要入ICU的情況 都不告訴三軍統帥 聽的時候 其實在不同的國家裡面 講軍紀 根據的紀律來說 國防部長應該即炒了 但是現在 當然不是 我們知道三軍統帥 敗敗 敗敗 竟然打電話給他 多多休息 等等 等等 當然也要看到有彈劾的情況出現 其實 那個大美帝國本身 當前的問題 就多了 多了 剛剛 你也提過 就是軍工企業 受益 其實 如果我們將軍工企業 當作是一個 扯著大美帝國政壇上面 那些人在表演的 後面的力量 的話 始終 代理人戰爭 對這些 扯線的幕後的金融局 來講 或者是軍工企業 來講 是絕對很大的好處 所以問題是 他們是將自己國家的利益 加上國民的福祉 放在第一、第二位 還是呢 就將自己軍工企業的收入 放在第一位 如果放在第一位的話 就說 仍然代理人戰爭 對他們來說 是有百利 而有少少害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令到 我們看到 外海的危機 是 兵空戰危 但是兵空戰危之外 由於我們 祖國的軍事力量 從不同的層面來講 已經超越了 任何一個國家 換句話說 也都是武力的 堆積的能力 已經超強 老實說 我們時不時去交流意見 就是說 如果中國的軍事力量 不夠班的話 一早就已經被 某一家 搞搞振了很久了 如果有這樣的能力 已經做了 不需要 是用一些下三郎的手段 去推動一些無辜的 或者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所謂的 在這裡搞一些非常之悲劣的 策動社會的動亂 推動一些無謂的紛爭 而令到 此可以搖動 那個相關的國家的社會根基 這其實一直都是大美帝國的套路 亦都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討論之餘 亦都要小心提防 今次一個不好 可能影響未來的整體局勢 所以老美都要做一些插手的動作 因為你說他沒有插手 我就完全不相信 當然啦 台灣內部就說 喂 中國界選 尤其是勝賴的候選人 一直在說 喂 這個是我們 我們的大陸地區在這裡介選 那 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說法 是非常之荒謬的 由於 我們也看到 之前有一件事很搞笑的 就是中國發射了 愛因斯坦衛星 上太空 整個歐洲 就很熱烈地歡迎 說中國 會帶來科技的大突破 這個很簡單的一件事 而且已經是 預先跟大家說了 我會在這段時間發射衛星 但是呢 對於台灣的某些人 姓蔡該偉的人 又說 我現在有導彈發射過來 等等 結果這件事 就鬧成一個大笑話 愛因斯坦探針 其實是一個 空間的科學衛星 這個科學衛星 其實 是應用系統 這個 衛星的科學應用系統 是由中國科學院的國家天文台 科研團隊的 它最主要就是 負責在X射線的波段 去探測宇宙中的爆發現象 而這些現象 通常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外出現 然後很快就會消失 這些就像 宇宙中轉迅即逝的焰火 這些宇宙焰火 是隨機出現的 很難預測 想要捕捉的話 就需要對天空進行大範圍 不間斷的巡視 那麼 愛因斯坦探針 就像一台 寬視場的攝像機 通過拍攝天空的X光電影 來監測天體活動和爆發 那麼這件事呢 歐洲 即是發出河電話 成功了 對未來的 對太空的研究 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創世紀的一個研發來的 這個做法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台灣媒體 特別是錄的媒體 就在那裏不斷的宣揚說 喂 這件事是導彈發射 發了三次的警暴 這三次的警暴 就說有導彈發射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個衛星 就飛了上去 其實就沒有真正經過 台灣的 台灣地區的 上到差不多太空站的位置 才是 你會看到 原來在上面的 但是如果你台灣這麼愚蠢 和上到左右的選舉 我覺得這個機會 真的非常小 那麼 蔡英文 就在這個時候 就跟大家說 喂 不用怕 有我在這裏 那麼台灣的所謂國防部 就用英文 專門用英文 就誤導 就說這個是飛彈 而不是衛星 哈哈哈哈 令到很多民眾 聽到之後 就覺得 哇 不是吧 飛彈雜里 沒有這些 我怎麼看不到的 在哪裏 在哪裏 發射 這個其實是很刻意的操作 操作 那個選舉 這件事 其實令到很多媒體 都覺得很執務 甚至 也都看到一些媒體 開始對 民退黨 有點不滿 尤其是他們自己的黨媒 但是我始終覺得 這件事有些 做樣的感覺會比較多 還有現在整個台灣選舉 內部 我覺得是非常之混亂的 在台灣地區裏面究竟 有 是不是很多人 還是一小撮人 做的一些 違背國家民族原則的事情 當然 如果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對他來說 中國不是他的國家 中華民族不是民族的時候 就大件事了 因為我們自己 從正面去看的時候 這些是邊緣人 他既然他是自己的 國家民族的時候 而其他利用台灣地區的 那些國家 只不過是當台灣地區是一個 其他國家 換句話說 是用完即棄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變成一個邊緣人 兩頭都不倒案 給你時間 歐律師 這個邊緣人 我想對於很多台獨分子來說 是他們最想做的 總之就盡量地去中國化 當然 我們好知道 他是無視現在這個世界大局 亦都無視我們的中華民族復興 還有 看到我們國家 其實 你一定要是統一 還有 是一個真正完整的國家 才可以突顯出我們的強大 那麼 台灣地區 屬於我們的角度 這個 一寸都不能少 那麼 我們國家領導人 都已經提過有關的事 即是習主席 那麼 這件事 其實我們看到 西方國家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問題 原因 很簡單 就是 你有事 比他有事 如果你有事 我就可以上下其手 但是 我如果可以透過這些事情 去令到你 沒有辦法去面對 或者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甚至拖你 去令到你的國家 就更加沉淪 這個情況 我想西方是很想的 因為 他絕對不想 出現這個 修私抵達陷阱 你這樣玩法 你要成為一個強國 我擺在哪個位置 西方社會 我跟教授 有談過很多次 就是 他整體 是想繼續維持他的霸權 他不想跟別人分享 他自己 現在所吃到的 一些 是世界的大勢 或者可以掌握全世界 所以 當時 美國 有跟中國說 不如我們兩個國家成為G2 這個G2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 就是 大哥始終是老美 你 中國做二哥 你以後要聽我 總之 我就管理你 你有什麼事 你都可以以我的利益為主 這個就是所謂的G2 但是 我們作為中國人 一個中華民族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 老老實實說 台灣 原住民 你可以說是 有關 美亞民族的同胞 那 那裏 是不是 華人 或者 在 東南亞地區的人 相信大家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如果 作為中華民族 你 而且 有過去一個很長久的歷史傳承 對於台灣人民來說 他始終是 沒有辦法排除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你現在 你看到 當地的 原住民 但是 你現在 在台灣 島上 生活的 人民 我想 絕大部分 都是中華民族的血統 當然 也是少量的 日本人 後來改了 中文的姓 結果 在台灣 那邊 就定居 但是 你不可以排除 這班人 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你的組織 都是屬於中國 有很多人會說 喂 其實不是 你看看華僑 就是屬於中國 華僑也是屬於中國 但是屬於中國 就是因為他們 很多原因 而去移民 或者移居 在外地 但是 如果 有機會 他們都希望 祖國 可以統一 和更加好的 比他們的趙教授 一樣 我們都是 以中國人為榮 而不是 以中國人為始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當然 希望自己國家強大 西方國家 不想我們強大 其實這個 很正常的 因為你一強大 他就 沒有什麼位置可以站 但是 當然 我們不是採取一個霸權 你強硬逼我們 只要 會令我們 越戰越強 越來越勇 我們面對很多問題 我會解決 譬如今次 台灣內部的選舉問題 我就覺得 是一個 國際大笑話 而且 是由一些很低質的人 去帶領這次選舉 而不會真真正正正面對一些核心問題 譬如到現在 我看到趙少康也有說 我絕對 不會支持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兩制 在香港失敗 他竟然這樣說 他也說 他跟黎智英是朋友 黎智英是一個美食家 會帶他的香港廚師過來 請他去吃飯 他說 他覺得這件事 是我們 做得不對 特區政府做得不對 是囚禁了他一千多天 我想請問 他是有圖寸的可能性 你沒有理由就這樣放他出來的 那很明顯地 趙少康 他根本不明白 喂 是教授 他斷了一點 OK 就很明白 很清楚 趙少康 其實不是一個 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 而且 而且最重要 他是一個 以選舉為目的的 一個政治人 或者叫政客 什麼政鬼都可以 他會不會真心地 去希望 我們真的可以走上統一之路呢 我們國家已經說明 可以談的 有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談都不談 我覺得完全是無謂 會令到西方社會 可以藉著這些 來繼續玩我們中國的復興 所以我覺得整場台灣選舉 無論三個參選人 究竟誰上 其實本質都不會變的 既然不會變 我們採取什麼方式 就是直來直去 定出的時間表 告訴台灣人 究竟什麼時候要統一 我現在這個步驟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去做的時候 我們要按照時間表來做 當然大家可以 去談談一下 而且真的有誠意地去談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採取一些 比較硬正的方式去做 譬如 我們現在的很多 戰艦和飛機 其實都是 在台海 即是台灣的東部 已經不斷在巡逸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地方 本來是九段線 但是在好像二零一幾年的地圖 就已經改了 就變成十段線了 即是台海那邊 也是屬於我們的地方 即是台灣外面的壞了一條線 因為這個真的屬於中國的地方 你在地圖上宣示主權 這個是第一步 接著的時候 開放我們福建省 給台灣人民 自由地 你開到福建省 我會給你 甚至接下來的統一身份證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覺得用統一身份證 這個名詞 就已經表示出 台灣的統一 已經在路途上 是不會再有任何退讓的 你用得這幾個字眼 那當然 你香港統一了 你澳門又統一了 你又收回回歸 你台灣的回歸 一開始 你現在去做 都是未來幾年之內的事 可見的時間非常短 好的 教授 看看你的意見 我覺得最巧妙的方式就是將台海周邊公佈是中國的內海 所以沒有所謂國際水域這個概念 是 沒錯 而這個屬於國家的內政 而國家內政所屬的島嶼 都是基本上屬於那個國家的 都是合了國際海洋公約的條款 也因為這樣的時候 以美國為首的那些國家 現在在說中國這樣宣示的方式是不對的 是違背了國際海洋公約等等 而講那個美國自己都不是公約的成員 反而中國是 而另外看回這次美飛的公演 美方就放了菲律賓飛機 台灣就用一個別的方式 或者普通話的方式就放字 我們香港的廣東化就脫了底 是不是 不出現 或者說它不敢出現 協於中國的軍事力量等等 始終都是用 始終為沒有的方式 去提示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美國 而當時我們看到 美國的實際軍事力量 從某一些情況我們看到 也可以推測到 個別的美軍軍隊裡面的鷹派 以致到中國解放那邊的鷹派 都很希望找個機會大家交流 其實已經交流了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卡爾文森號 入了的電子戰 輸了的 負責的那個艦長有沒有記錯 又被撤職等等 以致到中國在自己的領空上面 跟入境的美國軍機交流 而後來美國自己在那裡公佈 就說不應該繼續這樣做 因為我們免費提供一個 給空軍的機會 免費的 所以問題就是 雖然沒有打過 但是交流裡面 美國在意志 和那個必死必犧牲 為國犧牲 為國捐軀 那種一往無前的姿態 是說它很直接嚇責了美軍那邊的 這個 從某個層面來講 是中國在軍事交流裡面 已經是震懾了對方 所以因為這樣的時候 希希希 用一個代理的身份 幫美國代理人戰爭 這一小撮的人 他們可能想得比較天真 那幫人是不是天真呢 我覺得 有很多台灣內部的朋友 我所了解 尤其是 民進黨那幫人 或者 兩個民 雙民一國 他們都是 想法 感覺到 老美會幫他的 尤其是雙民 柯文哲 聖賴 他們會覺得 老美會幫助 為什麼會幫他們呢 因為老美作出很多承諾 又說 我會對你怎樣怎樣 中國人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對我講好話 我就會相信你的 到你真的做壞事 我才突然醒覺 喂 原來你是這樣的 老美根本不會當台灣是什麼 他只會當你一件垃圾 或者用過的廢紙 用完之後就劈了 你看一下 例如烏克蘭 很多人喜歡用 烏克蘭和台灣 來做一個對比 根本就不可以對比 完全兩回事 但是老美想搞事的心態 完全是一致 他是很急於想把台灣 變成烏克蘭 是不是 教授 先交給你 是啊 但是我會覺得 有一點 我覺得他們 雙民那邊 看得不透的情況就是 他應該很清晰地明白 過去那十年間 中國大陸那邊 所以 由發展 軍備 以至到不同的產品 都是 基本上 透露少少給你聽聽 但是現在是 很坦蠻地 告訴你 我有什麼 設備 有什麼軍事的力量等等 都擺出來 其實擺出來 是不是給台灣地區 他們看的 而是給 特別的一個對象 就是 美國去看一下 這些 就是我的軍事的力量 如果你 自己 覺得 在那個競技場上面 未必打得贏我的時候 大家坐下來 先來 這個是我的那種看法 但是這個看法 我覺得是成立的原因 是有二十幾個事實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完的 美飛 軍艦 航空母艦沒有出來 卡爾仁森號沒有出來 另外 剛才也講過的 那個電子戰裡面 退縮 以至 就是 美軍那邊的相關雜誌 就提醒 美國軍隊 不要再搞這麼多飛機 免費幫中國去練兵了 那些是代表什麼呢 再看遠一點 後年 有兩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 美軍的F-35戰機 想去 下去 航空艦上面 跌到那個 戰艦上面那個 最終都是跌了 大家 清晰 如果少少 軍事知識的時候 都會明白 能夠開 F-35戰機 那些駕駛員 還有 航空母艦上面 飛來飛去 又升又降 那些 都應該是技術 相當不錯 有經驗的駕駛員 它既然 已經差不多到甲板 為什麼它可以把飛機再抽頭 再上去 再下一次 而竟然是失控 跌到甲板的另外一邊 接著沉海 那應該是技術問題 還是飛機的零件問題 還是受到任何一些外在干擾呢 三個可能性都有 是吧 另外一個 就是 也都是 發生的事情 如果沒有 就是 美國 一個核動力潛艇 在南河 不知道什麼原因 撞到 是沒有辦法 繼續潛亡 要浮到水面 還要有幾個戰爛圍著它 前後地回到關島 回到關島之前要蓋著被撞爛的地方 到現在 毀莫如深 根本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公佈過這個 怎樣做法 究竟是撞到中國的設備 撞到南海下面一些 不明的東西 可能是自己放在下面的東西 所以問題是 就是 一系列的跡象 都告訴大家 當前的美國 加上他們 去供應武力給烏克勒 以至於當前 以色列 他的軍力已經是 可以說 考虎難為無米之催 沒有辦法去再走下去了 即使他是有心 要幫台灣地區 也有心無力 何況他心不在緣 那個心情 等於 我老師來說的就是 當台灣是什麼呢 一個棄子而語而已 是吧 中國真的站硬的時候 不一定要台灣地區 有九段線 十段線以外 就 用東快 都搞定了 對不對 老師 對 如果要動手的話 其實真的有很多手段 我們在這裏都說 只有中美關係 沒有中台關係 大陸地區 和台灣地區 都是 我們國家的 這個是很明確 很明顯的 當年 可以談 國民黨 一直都說 我要統一 要反攻大陸 這個他們說了很久 其實他們承認 一個中國的原則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雙方 還未簽署 任何停戰的協議 這個很明確的 所以最後一步 我們是要守住的 我們都不希望 最後一步 這個是保存著的 台灣很多人 就會覺得 我們說 芒果崗 就是 玩果乾 就是亡國感 這個芒果崗的說法 是令到很多台灣人民相信的 一直以來 無論當年的國民黨 到後來民進黨執政 我們都看到 是不停抹黑 我們國家 是未停過的 在抹黑共產黨 可以直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拿到選票 才可以真正地 應付台灣人民 那種 上回大陸地區的心 就是回家的感覺 其實是 就是不希望台灣人民有這種感覺 那 就一直在宣傳 台灣是你的家 所謂的 他們說的 中華民國是你的家 我也有台灣身份證 當然 當你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 台灣地區 是恩恩向榮的 但是看了這幾年 只能看到 整個台灣地區 是不斷地破敗下去的 有沒有一些 很新的東西可以出來 令到人家眼睛一亮 其實是沒有的 還有台灣的年輕人 就是 我感覺到 好像被人家 習慣壞了 就是 種壞了 那種感覺 就什麼事情都要 為他而設想 為他而想 還有你看到這次 整個台灣選舉裡面 是完全沒有提到 就是基本上 完全沒有提到 有關他的政綱政績是怎樣的 尤其是打到現在這一刻 臨尾了 大家都是繼續撥出黑材料 總之 我的黑材料 文進黨 就不斷在說 現在 你 所謂的中國界選 也有說到 喂 我現在 是 受到很大的危機 我們是 譬如好像 導彈危機 那些 這些 就是民進黨 玩的招 柯文哲 和 我們見到 侯友宜 其實他們的做法 都有點不同 柯文哲 就是盡最後努力 也看到 我朋友跟我說 因為 他說他有一位 朋友 他是在做民調 發覺到 柯文哲 在40歲之下 那個 這個民意調查 是領先過 姓賴和姓侯的兩位候選人 那會不會有些反轉呢 我自己真是很難以估計 今次三國人出來選 我是叫三腳督 廣東話叫三腳督 台語叫 沙卡都 那 這個情況 其實 會不會 有黑馬跑出呢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 可能看看 政賢大衛的 那一個視頻 你就知道 他的情況 是怎樣 那 今次的整個選舉 我覺得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 一邊 就是要組合所謂的聯合政府 就是姓侯那邊 就是和我那邊一起做 另外一邊 繼續 給很多人 很多材料 包括看到一傳媒 一傳媒的總編輯 香港一傳媒沒有了 台灣一傳媒還在 由一位叫巨美風的 就是單問總編輯 那今次呢 亦都是 透露了很多的 一些秘密資料出來 那 大家知道 有位叫羅智正 是不是 做了 一些 色情網站的男主角 裡面 他的影片 被人拿出來 還有 我們看到之前 亦都畫了很多 民進黨裡面 一些 不見得光的東西 那 大家知道 這些政黨 其實是否真的 為人民服務呢 絕對不是 他們是透過 他們上到一個政治高位 而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是個人 或者是派系的最大利益 這一點 很奇怪 因為有很多資料 包括姓賴哥 有私生子 這些資料 其實不是一般人拿到的 有人說 這個會不會是 我們 大陸地區 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反而我覺得 他有機會 是老美介入選舉 因為 第一 我們也知道 對於 壹傳媒來說 一定是親六的 柯文治也是六的 除非他不想 賴清德上 他想柯文治上 爆這些資料出來 是不奇怪的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自由時報 他竟然說會支持國民黨 這個傳聞 這個說法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有這樣的訊息 會出來 這個情況 對於台灣來說 究竟老美 是不是真的不想 勝賴的人去當選 而去特地 令到大家 勢官力敵 如果他可以 因為這些事情 沒有去到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位置 我想 對於老美來說是最開心的 至少不用迫於 在這段時間 去解決 台海之間的問題 因為 其實他遇到的問題太多了 另外一方面 萬一是姓侯的 或者姓柯的 兩位 隨便一位當選 對於美國來說 都很棒 拖字缺 而已 是嗎 是嗎 教授 是 我覺得 你那個 看法是 有一個邏輯 很清晰的 特別是那個 拖字缺 這一點 因為 今年是 美國的大年 拜大統 是很希望 用抹黑對手 特地抱 的方式 繼續連任 所以到現在為止 他只是 所謂 為大選 做勢的 就是 時不時 或者可以說 現在已經開始 定時其地 將 當日 1月5日 特朗普在後面 鼓勵人 衝擊 國會山中 那個場景 如果 用一些恐懼的方式 提醒美國選民 你沒有什麼選擇的了 你找我最好等等 所以 在這個階段 裏面突然間 要 美國和 中國 在海 較量 而 它不是 較量的最大的原因 是 一直 美國的軍事力 還沒有被中國 打破 打破 就說 沒有跟中國較量 一天不較量 一天 那個皇帝的新衣 都穿在身上 當然我們知道 它是皇帝的新衣 但其他人看的是 一個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始終 我會覺得 阿俄羅斯 你剛才提的 那個拖延時間 但是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會是 未來幾天的 一個 政治 結構 成績 的一個 背書的理由 給你時間 阿俄羅斯 這一點 我就覺得 機會 比較大些 那 到底誰選上去呢 就是現在三個 我覺得 勢力是相對均等的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看民意調查的結果 已經停了 差不多 好像有十天的民調 那大家怎樣呢 就是盲摸摸 耍盲雞 你打我 我打你 最大的方式就是 選一個 我自己沒有那麼討厭的人 希望可以 為大家帶來一些改變 那這個呢 就好像 我有一個節目有說過 這個節目就是 賊路事殺 報 試成怎樣呢 不知道的 行不行呢 不知道的 完完全全 在這裡看到 這個的選舉方式 是令到我們非常睜目的 要怎樣去知道的結果呢 其實 在節目播出的第二天 我們播出1月12日 在1月13日 那一天 深夜的時間 就應該知道 到底 誰贏了這場選舉 六死誰守呢 到時候 自有分曉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教授有沒有補充 想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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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做一個補充 好嗎 好啊 一於這樣 我們期待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有關的事情 期待 我的數據 搞完 是 請說 我就說 下一次就不用電話了 可以談了 好 一於這樣 好嗎 節目最後呢 就請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節目最後呢 就請大家訂閱 HKBC 和大衛淑女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